上星期 曹敦廷發生一家 統帝議員去念香 撒給人打到傷的事件 經濟到國際的議論 南道官議會再去也利用定期會時間 用社會帶重來損失環保力的割心 也要求南道官警察局生理障礙小組 暫力來進辦 也取得不好的租書架 請跟南道官們對著提案的心思 要依法原辦防範自然事故再度發生 南道官議會 定議會頭一天 副議長盤一轉 代表南道官議會 全國投資保力行為的割心 後駐骨斷裂 政經南投縣各界 真是無法無天 涉逢南投縣議會定期會召開 南投縣議會譴責任何刑事之暴力行為 純樸的南投縣不容許任何暴力行為之發生 南投官議員甘俊庭 上禮拜在超頓頂點票 讓兩位少年人打到手 做生平衡、脈衷和辛苦訴訟 會議長盤一轉 要求南投官警察局 涉逢專案收作 除了在無後租書的人 專領做頂班 南投縣議會要求南投縣政府、警察局成立專案小組 全力偵辦、揪出幕後主持者 不要影響南投縣一向祥和傳統 維護憲民之安全、人身安全、任何暴力行為 絕不可恥 真正黑道、胡作非為、以若相連 做我們原國人一定要去組織 南投官議員甘俊庭 今天也是有出事頂機會 雖然已經過了一禮拜 不過也是可以看到眼鏡的相分 對著這處的事件 南投官長臨民情也做出表情 一模作案的這個 我們絕對要嚴加起立 嚴加來管制 不要讓這個一模事件 一直發生在我們南投縣的 這個現民的身上 事實上那個案 當事人這個嫌犯也有擠壓 那至於說有沒有其他事案 我們當地的分局也組成專案小組 全力的來偵辦 任何暴力行為我們不容發生 南投官在上一陣子的民調當中 這就很好的信息 不過這陣子 雖然政府也害怕的保理事件 這位的議員任務的警察局 要好好加強在安鋼做 這樣發作非和民眾 對政府部門的信心 在這陣子上參部都 帶動福利的救援人口 帶動福利的救援人口